27日晚到28日凌晨,天羽将接连上演两场天文奇观,届时,火星大冲率先登陆夜幕,火星将与地球,太阳连成一条直线,并与地球来个亲密接触,一颗花红火红的亮星,几乎将彻夜闪耀在夜空。 随后,本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月旋时,将在天幕上演,大家肉眼就可欣赏的这幕。 红红相映的海间画面,从地球上观测,当火星和太阳分别处于地球两侧时,天文学上称为火星冲日,如果冲日时的火星,恰好位于近日点附近,就是火星大冲,此时,火星最为接近地球,看起来会特别明亮。 天文资料显示,火星每15或17年,就会发生一次大冲。 冲月期间,日落时火星升起,整夜可见,由于距离地球较近,火星的亮度可担负2.8等,异常明亮,非常醒目。 天文教育专家,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志恒说,今年火星大冲刚好碰上一轮满月,又恰好发生今年第二次月全时。 天文预报显示,本次月全时的初亏为28日,2024分,时景为3030,时盛为4022分,升狂来你时14分,复元为流时19分。 其中,最精彩的诠释部分长达1小时44分,为21世纪以来历时最长的月全时。 天文专家提醒说,由于二者距离很近,天文摄影爱好者,可以同时观测和拍摄红火星和红月亮。 一键双雕,一举两得,如能选取一些有特色的背景物,比如高塔,古建筑等,将更有观赏效果和价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